哈喽大家好 上个视频我们做了能包生煎小龙锅贴汤团的肉馅 现在我们就把小龙也包了 那包小龙呢不需要发面 它的面皮擀得也很薄 所以用同量的肉馅 面粉只需要包生煎包的一半 那今天呢我也会把相关的链接放在描述栏内 供大家参考 一杯面粉 半杯水 但是这个水要烫的 我们要给它煮一煮 不用煮滚 底部有气泡就离火 手势一下 哎呀很烫 但还能伸得进 就是这个温度 就用这个高温水和面 然后用手给它揉匀 让它醒着 我是给它醒了两个多小时 那如果你赶时间的话 至少也要一个小时以上 那我们给它再揉紧致一点 切成十克左右的一个 那一杯面粉应该可以切到二十四个上下 接下来的步骤就和擀脚脂皮一模一样 那擀皮子是根据个人的习惯 我是习惯双手擀 不管用大面杖还是小面杖 这个擀面杖 两头要细 中间要粗 这样呢可以两头摇摆 可以借力 那如果你擀的时候是顺时针方向转的话呢 那擀出去的时候 左手用力 往左边写 那回来的时候呢 左手放松 右手重一点 往后拉 那就是一直是这样一个角度摇摆 那这都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 那包小龙和包生煎 包鲜肉大包是一曲同工 只是折要多一点 据说标准的小龙 它的折要十八个到二十个 其实不用太讲究有多少个折 我们第一要把它包上 第二要包的好吃 再来考虑它好不好看 肉馅放满 左手拇指在靠近面皮的边上压住肉馅 右手拇指十指提起这个面皮 靠在这左手的拇指后面 十指往前走 一个折 两个折 一圈转好 中间有时会有一个孔 风牢塌 那最后呢 还有一个小动作 这样提一下 转一下 那这样呢 这个地方是让你好夹筷子 蒸汽呢 最好是用竹笼 下面铺一层稻草 不沾还吸水汽 那没有的话呢 就像这样 用蜡子剪成小张 或者剪一大张也行 但是一定要剪出很多小孔 让它水汽漏下去 上锅中大火蒸八到十分钟 凉水上锅开水上锅都可以 没有太大的区别 因为是死面 只是不要蒸过了 蒸过了皮薄容易烂 时间到就关火开锅 否则很快就会缩水 小笼包要这样轻轻提起 看它沉垫垫的 就知道它里面有很多汁 然后要趁热吃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 拜拜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我们下次再见